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金球奖左右逢人的牛姐,被梅一啪啪打脸,必知偷了我的位置,先要对牛姐玛丽亚凯莉说声恭喜。 至少,2017跨年假唱的大悲剧,终于在今年的跨年亚洲里成功粉碎,整个演出堪称完美,忽略两首歌间隙里要求喝水的小工具作派,实力证明谁才是歌坛的真女王。 说起来,气韵真是一种玄妙的东西,新年开门红,好运也是滚滚来啊,比如前天的金球奖红弹,医生都吃Obana的牛姐,心机与伪群实在赞。 追悄简直不翼而飞,连牙尖水滑的Buzzfeed都忍不住借慕极度恨,重回第一封,动力本尊,虽然吧,当时还出了点下混乱,比如被踩了群本又踩了别人群本,而且,别以为牛姐是来影视圈侧镜头的。 他为索尼动画电影The Star演唱的通名主题歌,入围了本届金球最佳原创歌曲奖,虽然最终跟奖杯失之交臂,也是被有面子到,在小男友Brian Tanaka陪伴下,心情愉悦的牛姐一入场,还玩起了直播,推特二连发,第一条,广告时段上厕所回来晕菜了,发现个空位就错过去,左手边居然是斯皮尔伯格, 等到塞一支广告时,你们猜是谁回到这个座位了,第二条,我,天哪,梅丽尔,亲,原谅我坐了你的位置,梅依,我的位置你随便坐,按这个画风,场面也是其乐融融啊,网友下面留言也是温情默默,凯莉和梅依,各自领域的Queen凯莉,你这个约太女王,原本一个小插曲,大家就这样微笑而过了, 结果昨天梅依上了下期毛秀,画风强势逆转,场面就很是尴尬了,梅依直接亮话,逼迟透了我的位置,嗯,配合梅依说完之后的这串小动作,一起使用效果更加哦,哈,深爱说话的艺术的梅依,连总统都敢对得入目三分人人百福,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里,一定是玩笑,都是小粉话外音乱入,You bitch,不过有句俗话怎么说的呢,玩笑里可是藏着许多真话的,不信,请猜想梅之后这段话,我过来的时候,就看到他爱着斯皮尔伯格,在那台马屁,他还说,OMG, 是他们让我做到这儿的,爱嘛,还有什么好说的,啪啪打脸啊,但是成功打入影视圈的牛姐并未接招,而是带着紧Golden Globes的热门标签,每次次透露出一个新动向,跟沙拉斯通联合出演一堆锦花,PS,不敢相信沙拉老成这样了,继续快年扎带要求喝水的小工具画风,牛姐还有补充的啦, 要实现联名出演,除非让我们的制服更修身,还要带上闪亮的钻石,粉丝,对对对,每一颗才要超过时刻啦,你是玛利亚凯利,必须能办到你想拥有的一切,哎哎,为什么一连串看下来,突然觉得牛姐莫名鸡毛了?